最近這段時間 網友們都沉浸在痛失歌手李文的悲痛中 我們都十分關心他生前有沒有留下什麼話 誰知他去世的前幾天 明明自己的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了 何他卻在關心另一個人的安危 李文關心的人就是鄭欣宜 近日 李文的義者李斯林對外透露 李文在病情惡化的那幾天 還在關心 同樣患有抑鬱症的鄭欣宜 他知道鄭欣宜不快樂 想要幫鄭欣宜 可視他連自己都救不了 又怎麼幫鄭欣宜呢 該消息一出 眾人再感慨李文 絕對是天使的同事 也紛紛替鄭欣宜擔憂起來 畢竟他已經消失了兩個多月 李文姐姐的爆料 則又證實了他還患有抑鬱症 姐姐種種加起來 真的很難不讓人擔心鄭欣宜的現狀 對此 不少網友都開始指責在鄭少秋來作為父親 他竟然一點女兒的消息都不知道 很多鄭欣宜的最新消息 記者都是從鄭欣宜好友的嘴裡得知的 而且前不久有媒體造謠鄭欣宜去世 那時鄭欣宜也失聯了一段時間 可他卻根本不受此消息的影響 竟然精心打扮 去參加了好友的新店開張活動 最關鍵的是 很多網友都覺得鄭欣宜之所以不快樂 全都拜他父母失敗的婚姻所賜 而鄭少秋則要負全責 而近日鄭欣宜也是行類曝光了自己失聯的真正原因 原來他已接受生理治療超過三年 還自各呼吸都是錯 目前男友也停工陪療傷 鄭欣宜是知名影星鄭少秋與審殿下所生的女兒 他的一舉一動一直備受外界關注 近年在樂壇發展得很不錯的他卻突然停工 完全出失聯 至今已三個月了 他沒有公開露面 李文議者李思琳更意外爆料 鄭欣宜幻想抑鬱症 妹妹李文生前懇想幫助對方 消息一出 外界更加擔心鄭欣宜 然而 他本人始終不露面 父親鄭少秋也不願多談 媒體稱 鄭欣宜之前少少接受了專訪 專訪中最近終於曝光 專訪中他透露在2017年後 他的心理健康就開始出現問題 情緒一度跌到谷底 總愛串流過尖 視覺連呼吸 生存都是錯 最終 他難以忍受負面情緒 需要看心理醫生 為了讓自己走出陰懷 他從2020年開始學跳舞 去爬山 希望能奮上自己的注意力 然而 鄭欣宜的病一直沒好 現在甚至需要停工療傷 據了解 燕陰男友Derek肯關心他的病情 為了幫助他走出陰懷 暫時放下花店的生意 整天陪伴在他身邊 好友們也隨時準備做靈聽者 幫他分擔壓力 作為星二代 鄭欣宜一直壓力很大 年少時他體重過半 總是野來外界冷嘲熱縫 好不容易減肥成功 很多觀眾仍夠不喜歡他 甚至他在表演時 親吻鄭卓希的臉頰 也會遭到瘋狂投訴 沈殿下去世後 他決定不再強迫自己減肥 並把心思都投入到音樂事業中 經過多年的努力 他終於在樂壇撐穩腳筋 一次又一次拿下大獎 去年拿下最受歡迎女歌手時 他更忍不住激動大哭 誰也沒想到 越來越風光的他 情緒一直不穩定 過去極為活躍的鄭欣宜 從4月下旬停止更新社交帳號 也不出席公開活動 絕跡於娛樂圈 他消失以後 關於他的各種傳聞就沒停止過 一會兒說他戀愛腦 故著談戀愛拒絕工作 一會兒又說他想自立門戶 跟經紀公司鬧花了 更離譜的事 竟然傳出烏龍死訊 經紀人林珊珊隨後發聲 證實鄭欣宜生病了 目前再療傷 沈殿下生前好友林健明則出來喊話 他說自己有患過情緒病 肯明白這女病人 不想被外界過多關注 不想見人說話 不想動來動去 只想正正待著 希望大家給鄭欣宜正一正 同時提醒他身邊的人 一定要讓他看醫生 別讓他獨處 回到正題 鄭少秋為何要付全責呢? 請大家接住往下看 當年鄭少秋憑書檢欣仇錄 一夜爆紅 成為了眾多女粉絲心中的秋冠 是他們最喜歡的古裝男神 他的片約事越來越多 人事越來越忙 根本沒有時間與沈殿下約會 沈殿下作為TVB一者竟然會為新去劇組照顧他 還跟他住在一起 照顧他私下的生活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十一年之久 沈殿下都沒有催他結婚 不過1985年初 他忙忙是在加拿大匆匆登記結婚 匆忙到沈殿下都來不及準備婚紗 只是隨便穿了一件旗袍 就跟鄭少秋結婚了 這也是他一生的遺憾 為何沈殿下會跟鄭少秋草草結婚呢? 因鄭少秋在台灣拍攝《楚留鄉新傳》的時候 與該劇的女演員關精華傳出了飛聞 沈殿下也得知了此事 沈殿下當時已察覺出不對勁 還當面質問鄭少秋 誰知鄭少秋為了自證清白 竟然立即向他求婚? 沈殿下當時還事太天真 他竟然覺得婚姻可以束縛著鄭少秋 讓那些哼哼然然可以遠離鄭少秋 誰知剛結婚不久 鄭少秋就露出了真面目 他竟然追逐沈殿下趕快給他生孩子 三年內約事說沒有孩子 就不要怪他了 僅憑他婚後的這個要求 我們也能察覺出鄭少秋此舉 事在為日後的離開走藉口 但沈殿下並不捨摸想 他竟然真的在規劃懷孕這件事 而且那時他還覺得命運是眷顧他的 因為與鄭少秋結婚兩年後 他就懷孕了 第三年就生下了女兒鄭恩怡 雖說女兒誕生後 鄭少秋在記者面前表現得很開心 但行動不會騙人 女兒出生後不久 沈殿下就發現鄭少秋與觀貞華從來就沒斷過 隨即他們的婚姻便說下了句號 那時鄭恩怡才八個月大 他當然不知道家女發生如此大的變故 至此他人生女父親的角色都是模糊的 全世界都知道他的父親是鄭少秋 可鄭少秋並不能陪著他長大 原因很簡單不是因為他與沈殿下離婚了 而是因為他還有一個家庭要養 還有兩個女兒要陪伴 在與沈殿下離婚的第二年 他就與觀貞華佈入了婚姻的殿堂 還有迎來了兩個女兒的降生 好在沈殿下為了保護女兒 為了讓她遠離香港的八卦媒體 不讓她被父親的三分影響到 而將其一直安置在加拿大的別墅裡 讓她跟外婆住在一起 還有勇人照顧 沈殿下則要往返於香港和加拿大之間 畢竟香港還有她的事業要忙 她總要為女兒的未來打好物質基礎 可惜她並不知道原生家庭的缺陷 會影響人的一生 尤其視像鄭欣怡這樣的星二代 父母那代人的恩怨 早就被八卦媒體級寫爛了 豈是她想逃避就能逃避的 即便她不看八卦新聞 待在加拿大生活和學習 她也聽到了不少關於父母婚姻的風言風語 十分難聽 在愛人眼中 她的父母根本就不相愛 而她自然也就不是愛的結症 可惜2006年後 情況就開始轉變了 沈殿下的身體亮起了紅燈 經常要去醫院接受治療 那時鄭欣怡只能逼著自己長大 只有她振作精神了 她才能照顧母親 或許一個人終究支撐不住 父親也靠不住 所以那時鄭欣怡有男友陪住 可惜這個外國男友並不靠譜 沈殿下在世的時候 她還算是一個合格的男朋友 但2008年沈殿下離世後 她卻立刻露出了真面目 她和鄭欣怡的感情 全靠前來為時 她只要目前就向鄭欣怡伸手要 為了留住男友 鄭欣怡只能盡量滿足男友的任何需求 為此 她甚至不惜便賣母親 留給她的珠寶和保母車 她連家裡的勇人也顯散了 那時港媒都帶是宣揚 她在男友面前的卑微 可視即便她淪為了笑話 還是無能留住男友 再把她現有的財產花光之後 男友便離他而去了 而這真的要感謝沈殿下的提前報處了 她的遺產交由基金會打理 鄭欣怡每個月只能領到2萬元 其餘的遺產要等到年滿35歲 才能一下子領走 據悉那不遺產差不多6000萬元 沒爭想母親去世前的安排 不僅保存了她的未來 還幫她趕走了一個渣男 除了給鄭欣怡安排好財產外 沈殿下當然也幫她在事業上鋪好了路 讓圈內雙屬的一些叔叔阿兒照顧她 2007年 她還拖著病重的身體 在著輪椅參加了KVB的台興 那時她但凡見到娛樂圈的同行 都會說一句多多關兆 這句話當然是她替女兒說的 為的就是她不在之後 女兒在娛樂圈的處境不會變差 不知道這句話 沈殿下有沒有對前夫鄭少秋說過 按說這句話挺多餘的 畢竟鄭欣怡是她的親生女兒 她照顧也是應該的 可視我們並沒有看到鄭少秋來自父親的照顧 鄭欣怡錢包謝勝26塊的時候 她也沒有向父親求助過 可能是她已經習慣了沒有父親的生活 2022年6月 鄭欣怡在鄉紅館連開三場演唱會 鄭少秋在第二場亮相 鄭欣怡同父以母的兩個妹妹也坐在台下 場面看上去恨是溫慶 那時我們都覺得鄭欣怡的人生已經徹底光亮起來了 她肯定不會再被陰環籠罩 然後情緒失控 痛苦留替之類的 可視人生殘缺的那一塊拼圖 豈是那麼容易就能拼得上的 過往的點的早就即殺城塔 她終究是一個自卑者缺愛的女孩 名和利根本夠不了她 她出生以來遭受的身材攻擊 家庭攻擊 患有她努力減肥承受的身體之痛 都迫使她經常情緒失控 此事我們那時不知道她得到了抑鬱症 而鄭欣怡逃避現實 或者說解決缺愛的方法 就是談戀愛和她總是與人不熟 還經常戀愛老婦體 去年她降高調與一個花店老闆受了一波恩愛 她這次突然消失兩個月 卻又傳出她與一個叫Benjamin 的髮型師 正在日本東京旅遊 看來這位就是她的新男友 可見鄭欣怡的感情到現在也沒有穩定下來 這惑許也視她總是情緒低落 甚至會大哭著說上媽媽的原因 誰叫只有媽媽會永遠陪著她 連親生爸爸也做不到 而李文二者爆出鄭欣怡有抑鬱症 而且李文去世前還在擔憂鄭欣怡之後 網友們則再次關心起了她的現狀 希望她這次消失 能讓她的病情得到改善 其他事都沒有健康快樂重耀